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我们家里的人 所有的成员都想问我们的西蒙政府一句话 几时才可以给我们造假一个公道 几时才可以给我们一个交代 几时才可以给我们名副平反 几时可以把这凶手定罪 2014年上诉庭推翻了验尸庭的审判结果 判定赵明福是他杀 也就是一些不明人士 包括反贪汇官员在内的非法行为所导致的 十年过去了 赵明福家属要透过司法途径 将真凶神之以法还有可能吗 其实有很多人会问说 家属他已经得到赔偿了60万 为什么还要重新启动调查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就是大众对于法律程序 民事跟刑事概念的一种迷思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得到赔偿 那只是他们最后能够做到的东西 当然得到60万这件事情 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 但是大家要记得的东西就是 通常在这一种这样子的民事诉讼里面 和解通常都有这样子的意味就是 我愿意给你钱 不代表说我已经认了我有这样子的行为 民众或跟赵家或者是大家想要看到的东西 其实比较倾向是 有人必须为赵明福的死负上一个责任 这十年里面呢 我们的确是经过了很多程序 在这些程序里面 肯定都有很好的证据 很好的这个口供记录 那我们是可以凭这些记录呢 找出很多的这个知识马迹的 然后赵家仁还在啊 翻贪委员会的官员也还在啊 我们都可以重召他们出庭的 上述厅做了做裁决 可是警方不要听 这种案件呢在国政时期呢 是比比皆次的 我们如果要把它朝向刑事案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征送身至义法 你时间不能拖太久了 你拖太久了 你证据什么都没完的 509之后 大家对于新政府有很大的憧憬 更何况是赵明福的家属呢 那过去曾经为他发声 以及伸张正义的人 现在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 有些还当了官 那是不是说 重新启动调查 就能够还原真相 就像赵明福 民主基金会主席黄玉珠所说的 证据还有反贪会官员都还在 重新启动调查是应该也是必须的 这一次政府有提到要重新启动调查 但是却是以错误求禁的方式来调查 政府必须依照这个上诉庭所做的判决 开发以这个谋杀的罪名来调查这个案件 在这个错误求禁底下 他的刑罚其实大家也知道是非常短的 其实只是高达一年吧 如果没有错的话 是两个虽然不同层次的罪行 那你怎么可以从一个人命突然间调到去一个 这个纯粹是错误求禁的这样子的刑罚 惩罚上面也大象径庭 我们也知道就是他杀的话 原本我们讲 无论是大马律师公会还是赵家 一直在推一直在建议的 其实是要让警方从304条文当中展开这个调查 304条文当中最高的监禁刑法是长达 是高达30年而罚款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找到更多的证据 我们仍然可以改变那一个条款 可能不只是342 它可以再加一个304 所以我会觉得说 虽然现在开档调查的这个342 看起来不是太过恰当 但是它可以有改变的空间 站在家属的角度 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应该给予表扬的 我所知道的 没有一个家属能够这么坚持 10年了他们经过了好多个程序 可是都没有放弃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两个字 当你看着你的亲人 看着你原本要跟你一起回家乡的那一天 你必须把他的遗体移回家 当你看着厌尸 这是第一次走进厌尸的房里面 从那个冰箱推出来的 你的亲人的双手紧握 圆尸的样子 身上的伤痕 你就不会想要放弃 在全国人民对于新上任的 反贪会一姐既以厚望 希望她大力打击贪污的同时 除了赵明福的家属还有亲友之外 还会有谁关注着悬而未解的命案呢 经历了十年的波折和等待 这会不会是赵家家属最接近真相的时刻 那还会不会有官员负上更大的法律责任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 因为明福是一个华人 翻贪会是马来人 这是很不幸的 如果是新政府上台 现在已经有很多传言 或者是这样的谣言 说我们的敦马必须要听行动党的 而且如果是真的不幸 真的是反贪会的人被判有罪 他就是说你华人政府打压马来人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当然我希望事实告诉我 或者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我还是想要重复一句话就是 魔王初心 一年前的攻击 就是企业多的时候 是他们那一个已经承诺说 会重新开案 为明福平安 然后过去的九年 他们身为反对党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在我们的身边 陪伴我们 你无论你在任何的位置 你的原则不应该改变 对的就是对的 你的原则不因为你在不一样的位置上 就会要妥协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原则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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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